看小视频,绝大语文 早,一颗刚刚长出小脑袋的小草,表示早 因为小草刚刚发芽,所以早可以表示时间早 草子头就是两颗并排生长的小草的样子 因为草本植物不能单独生长,所以用两颗草来表示 两个叫汉字里常用来表示有一些或多的概念 草字头在汉字里只能做偏旁,表示跟草本植物有关的意思 除了草字头用来表示两颗草,汉字中还有惠字用来表示三颗草 和芒表示的四颗草 看小视频,绝大语文 书 手拿一只毛笔,在一个东西上写字的样子表示书 书就是写字的意思 繁体字,书的上部,玉是手拿毛笔的样子 下面的约是写字的载体 比如纸张,丝博或者竹简 后来书又表示书写,记录也变成书信的意思 将这些写好的东西装钉在一起,就成了书本 看小视频,绝大语文 刀,刀是一种工具 一把长刀的形状表示刀 刀左偏旁,放在字的右边时,写作利刀旁 表示与刀切东西等有关的意思 山,刮,削中都有个利刀旁 刀是用来切,砍,削的工具 因为刀刃锋利,不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也是古代战场上的一种兵器 今天的刀,可以成为小朋友的学习用品 当铅笔写盾了,可以用铅笔刀削一削 当纸张大了,也可以用美工刀裁一裁 看小视频,绝大语文 尺 小腿筋骨的长度表示尺 所以一尺就是普通人一条小腿的长度 尺可以做偏旁,表示与丈量一尺长腿有关的意思 寸 手腕上脉搏的位置表示寸 脉搏到手腕的距离就是一寸 在横字中,寸就表示手 寸由木加寸构成 前夕部落来到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用手在这里种棵树 这棵树就表示现在这是我们的居住地 这个地方就是村 现在我们还会在很多村口看到高大的树 看小视频,绝大语文 本 在树根的地方加一点 也就是在木字的下面加上一横 就变成了本 本是树的根 根就是本 本让大树站直 给大树提供水分和营养 古人在树枝的地方加一点 也就是在木的上部加上一横 就变成了树根的墨字 墨是树的枝条 树梢 树梢就是树的墨端 墨是最后墨尾的意思 墨是树 长叶 开花 结果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树根 树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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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梢